轿车雨天行驶的产业道路 这时前方两部机车迎面起来 不料 跌倒点在这个泥潭 第一名机车骑士为了闪避轿车 连人带车滑倒 后面第二辆机车紧急刹车 结果也跟着摔倒 又如骨牌倒下一般 还好骑士只有手脚擦伤 这样了不起五米宽而已 重回一半 现场不到五米宽的产业道路 两旁略为凹陷 里头还有积水干掉的泥沙 要是下雨天 机车骑进积水 在压纳淤积的泥沙 很容易打滑摔倒 我们就是接过通报 都是当天或者是隔天 都会去做 派我们的服务班去做修补 机车一旦在积水路面紧急刹车 轮胎就会失去寻机性 下旬班教练提醒民众 雨天行车更要有防御性驾驶的观念 因为这种泥泥路面 或是低摩擦细数的这种地面 很害怕你突然坐急刹车 遇到这种路面重点 还是在说要提早减速 平稳进去 由于产业道路排水性较差 机车更要放慢车速 进水坑前提早减速 把失控的危险性降到最低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